此刻结局不如意 不代表努力无意义 只是命运偏爱颠簸的剧情 把那些原本属于我们的 偷偷藏了起来 这里是加密阿法 又和各位观众我们再见了 现在是新加坡时间 2025年3月24周一 晚间的7点31分 在即将开启今天这支影片之前呢 我要首先跟各位观众来说一点啊 有关于今天我们刷推 肯定刷到了天体教育所 那这里的话是注册 就送100枚币名额有限 然后提前就是速度提前布局 类似于这样的信息啊 包括部分中文区的KOL 也曾为这个天体教育所进行宣传 首先我跟你说明 请注意一定不要下载 你下载之后呢 它会盗取你的私钥和你的注记词 不要去听信任何的下载 另外呢这个天体教育所 它是个诈骗啊 鱼灵熊是 嗯我虽然不认识这个人啊 但他是天体的壮士人 外界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 有人说他是一个成功的 企业家 也有人说他就是割韭菜的 就是网吧蛋一个 然后这里的话是传销反而成头目的云林熊 又来区块链圈钱了 天体的攻链啊 所以你一定要一定要注意一下 不要去听 也不要去下载 有一些中文区的KOL进行宣传的话 你也可以大体心里有数的 那你这些中文区的KOL 是真他妈的不是人 就是有钱你就赚 你也不管这个东西是好还是坏 某种的地址的话 已经突破5000万 麻了 那有没有毛呢 大家不得而知 但既然做的话呢 就认认真真做吧 还有一则信息的话 大家会比较关注啊 就是粒子 他现在上线的欧易 然后现货交易 这个公告 那是今天下午的时候出来的 不过呢 我们会很好奇啊 就是我们之前有参与过粒子测试网的一个交互 就是每天要用 就每天要刷100次交易的那一个 那很多科学家 他使用脚本 一天刷很多次 然后有很多 可能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的分数 那么在这个方向上呢 我不知道他这里的一个分配是什么 或者是他的空头计划有没有 社群当中 也就是他们的DC频道中问呢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测试网的要往后哨哨 就有测试网有空头 但是具体的形式是怎么样的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还是那句话 就是你可能不要做过多的一起啊 如果一个好一点的项目方 他能 真真切切的考虑到社群成员的话 他应该会先出这样一个空头的形式 或者是有空头的计划书的 那直到现在都没有 突然之间上线的欧夜 一系列的操作让我很难相信 他是一个格局大的项目方 OK我们真实开始 今天的空头资讯分散环节 首先是Farcast将在未来十天进行三次空头 那这个是他的联合创始员发文说的 未来将会有 未来十天将会有三个项目空头 那首先是最确定的一个 就是我们要去绑定一下Soul的钱包 只需要点击设置验证地址 绑定我们Soul的钱包 并且钱包当中要有0.002的Soul 反正也就一点点钱了 大家是提前在自己的钱包当中充值一下 那另外呢他这里的关推的话是这样说明的 就是说连接我们的索尔纳钱包 即可以获得资格 然后在下面这边会说 就是在你的地址当中 至少要有0.002的Soul 具体进入的方式呢也非常简单 首先在网页端进入你Farcast的这一个页面下 然后点击一下设置 然后在这个方向上呢会有一个已验证的地址 点击一下 然后将我们的索尔纳地址进行到添加 然后去核验一下就可以了 很多信任观众老爷刚入币圈没多久 在这里我为大家提供了入圈必备工具 使用下方链接即可轻松注册 币安 OKX BitchGatch GatchIO 主流交易所 作为信任注册 不仅可以享受到各大交易所带来的信任福利 还可以使用我们的永续专属 手续费减免折扣 赶紧注册起来成为币圈的一员 另外在每一期视频当中 下方链接的话都会体现 你可以同时看到我们的更单链接 利用手上闲置的资金 为自己带来收益最大化 ABS出了一个新的回账 具体获得的方式也非常简单 很多观众老爷在我的视频下方会留言 你觉得最近值得参与的项目是什么 你看好的项目是什么 我觉得隐隐觉得 就是ABS很可能是个大摩项目 建议各位观众老爷的话去参与这个深度进行交互一下 哪怕他之前出了 那个比如说我们在交互其他一些应用 就是The App的时候呢 会出现那个被盗资金的情况 但是人家现在的话也返还了一部分资金啊 给到你一部分了 那虽然可能更多数的没有给到 但是他还是有具体的行动的 那么这一期的徽章的话 获取方式也非常简单 点击一下那个GoToApp 那我这里已经是climb的啊 在弹出的网页当中呢 这边输入具体的一个金额 无论你输多少个零啊 最后扣个1就可以了 那理论上来说的话 你在这个方向上了 是可以实现就是 基本上没有的Gas 然后可以得到这个徽章 说完这个具体的数额之后呢 点击一下Deposit 充值一下就可以了 那就这么简单 完成这一个之后呢 返回这个页面进行刷新 然后你的徽章页面就会亮起 然后去把它收集掉就好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话 是融资800万的这一个项目 那么回答10个问题 然后就可以去命车一个NFT了 那这个问题的话 它是随机的 它这里给到你确切的答案 其实是没有用的 没有任何参考性 我们在这个方向上 其实要做的就很简单 我先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重新给大家回答一下问题好了 它这里的话就选最长的一个了 选C然后进行Check 然后进行到下一个问题 选B 就是最长的 然后就选择它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的话是 那我先跳过 后来我想了一下 还是不能跳过这个片段 虽然看起来好像是浪费这个视频的市场 但其实没有 很多观众老员还是干 就干脆跟着我这个视频 那个选择 然后来做就可以了 然后在这方向上 你完成所有的东西之后呢 先去进行一下领取测试代币 它会引导我们进入到这样一个网页 输入自己钱包的地址 小狐狸或者OKX都没有关系 然后进行一下粘贴 然后去申请此次的测试代币 那在这个方向上呢 然后去点击一下命者 如果你也像我一样 就是弹出其他的钱包进行扣费的话 那我教一下大家一招 小狐狸钱包将当前的网络进行一下复制 那这里点击编辑 所有网络名称啊 URL 以及是其他的一些货币符号 都保存下来 然后将我们的OKX钱包打开 使用OKX来进行连接 那不知道为什么 就最近更新完钱包之后呢 它始终就是小狐狸钱包跳不出来 OKX的话要利用起来 就是方便很多很多 不太清楚什么回事 我更新到最新版本之后 小狐狸钱包 每次扣费的时候 它不会弹出来 它不会跳转到那个页面 它就这边会标识一个数字1 在这支影片的最后呢 是这个项目 那听说这个项目的话 好像是要TGE了呢 不知道先生做还来不来得及 那当然了 还是有一段时间的 大家还是可以进行参与 在这个方向上呢 有一些社交类型的任务 跟您说一下 社交类型的任务的话 是要实打实的去做的 就是不可以进行假操作 一定要去做 它这里弹出条窗口 然后要进行相对应的一个发帖 发完帖之后呢 才可以进行核验 比方说我现在没做的情况下 我去核验 它这里会显示失败的 其他的话 也没有一些实质性的任务了 那大家的话都动起手来吧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友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下期视频